第五种就是良药避孕 古代青楼女子在从凉以后 大部分都是终身不孕不孕的 因为她们长期服用了 一种破坏生育能力的汤药 这种汤药就叫做良药 汤药中含有大量的涉香成分 长期服用的话会影响生育系统 最后导致不孕不孕的产生 这种方法在古代青楼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这种汤药的成本比较低 而且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是很多青楼女子首选药物 第六种就是喝水银避孕 这个方法听起来比较匪夷所思 我们都知道水银是一种巨大物质 对于古代青楼女子来说 用水银避孕是一种非常久的人的办法 一旦过量的食用水银 那么很有可能会丢了性命 但是老板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 都会偷偷地往这些 青楼女子的食物中放入水银 趁她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进去 她们服用了含有水银的食物后 就会导致经期广乱 从而达到避孕的效果 以上就是古代女子 对避孕的一些方法和措施 大家还知道哪些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